第五十四集 诶 别别别 乘客惊恐地叫着 总声乐器 拦在了李小暖面前 李小暖扑在乘客怀里 双手用力猛然把他推开 换了个方向 又往湖里冲去 乘客气急败坏地再次乐器 又拦过去 张着手满脸惊恐地 看着李小暖 连声说道 不要还了 不用还了 免了 都免了 别跳了 李小暖猛然顿住脚步 喘着气站住 捶着眼帘 眼底渗出浓浓的笑意来 李小暖喘了口气 抬头看了看乘客 捶下眼帘 边思量着 边调整着气息 片刻抬头看着乘客 郑重地说道 世子爷是这世间少有的英雄豪杰 一言既出 自然说到做到 断不会出尔反尔 落到我等女流之下 小暖谢过世子爷 小暖告退 李小暖微微去了屈膝 气度悠然地转过身 不急不慢地沿着九曲桥 往岸上走去 乘客呆呆地看着 从他面前 湿湿然离开的李小暖 抬着手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话来 目光紧随着李小暖 悠闲的身影 一步开分毫 直到李小暖 转到花丛之后 看不见了 才垂下手 用折扇重重地 敲着自己的头 弄不明白 怎么又成了一团灶 乘客站在暖阁里 呆了半上 跺了跺脚 沿着九曲桥 急步上了岸 往园子外走去 李小暖转过一处 一人多高的花丛 又转到一处假山 才小心地回头张望着 这里看不到人 看不到暖阁 连虎也看不到了 李小暖 常常地 舒了口气 脚底酸软着 跌坐在路边的石凳上 这才发现 后背的汗水 已经浸湿了衣服 顺着脊背 流进了裙子里 凉风吹过 寒意 透心而入 李小暖 机灵灵地 打了个寒气 急忙站起来 沿着来时的路 急步往王妃正远 奔了过去 走到一半不到 石榴带着几个小丫头 迎着李小暖 急急忙忙地 边走边四顾张望着 找着什么 远远地看到李小暖 急忙直直地 奔着李小暖 急步过来 李小暖停住脚步 石榴带着小丫头 奔到李小暖面前 草草去了屈膝 眼神里带着些惊慌 陪着笑说道 哎哟 李小姐到哪儿去了 我带着人呢 找了快大半个园子了 可吓死我了 李小暖盯着她 沉默着看了片刻 绽放出满脸笑容来 看花看鱼 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 就迷路了 石榴长长地输了口气 轻轻拍了拍胸口 笑着说道 找到姑娘就好 咱们赶紧回去吧 这外头啊 眼看着要起风了 李小暖微笑着 点头答应着 在小丫头子的簇拥下 往王妃正远 回去了 乘客冷着脸 在汝南王府大门口 上了马 带着十几个小丝 长随 往井王府 急驰而去 井王府内书房里 乘客垂头丧气地 躺在摇椅上 周景然悠然地坐在 乘客旁边的摇椅上 挑着梅梢 一边喝茶 一边看着乘客问道 看你这个样子 必是没能说服那丫头吧 嘿 说吧 那丫头到底怎么个说法啊 乘客闭上了眼睛 长长地叹了口气 丧气地说道 我答应他 以后不再扰他 再也不打他的主意 周景然瞪大了眼睛 忙咽下嘴里的茶 放下杯子 点着乘客 惊讶地说道 哦 你想开了 不对呀 你那死脑筋 哪里会顿悟的 哎 怎么回事啊 那丫头 你真的不要啊 那我可 你就死了这个心吧 乘客猛地直起身子 看着周景然狠狠地说道 说完 又往后倒在摇椅上 拧着眉头 叹起气来 周景然盯着乘客 看了半晌 似笑非笑地说道 哎 你仔细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算计得好好的吗 今天借着这地利 无论如何 也要说服了他 怎么成了这副样子 哎 你怎么跟他说的 乘客转头 看着周景然 露出满脸的困惑来 想了想 低声说道 哎 这事啊 我有些糊涂 这事 哎 哎 你仔细说说 我跟你参想参想 周景然 殷勤地说道 乘客转头 看了看他 拧着眉头 又叹了口气 声音低落地说道 我安排得好好的 把那丫头 堵在了水壳里 本想跟他算算这旧账 你不是打算 说服他进府的吗 怎么倒算起这旧账来 周景然 打断了乘客的话 不解地问道 乘客有些不自在地 在椅子里挪了挪 含糊地说道 总要先找个话题 说开好不好 你 是我说还是你说呀 你还听不听吧 乘客打断了周景然的话 周景然急忙点头 指着乘客说道 听你说 你说 你说 我和那丫头说了 姚家大小姐的脾气性格都好 往后呀 我也会宠着她 让她尽管放心 可是她说 不愿意攀富攀贵 要嫁也要嫁一个门当户队 一家人和和气气过日子 啊 这话说得好 我就说呀 这丫头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诶 然后呢 没了 乘客瞪了周景然一眼 接着说道 后来 他就说要还账 要跳到湖里去 以落水还落水账 周景然高高地挑着眉梢 急切地追问道 哦 那 那丫头跳湖里去了 哎 你救的她呀 然后呢 你能不能先让我说完了再问呢 乘客瞪着周景然说道 周景然打了个哈哈 催着乘客 哈哈 好好好 你快说 快说 这个天呀 那丫头要跳到湖里 那还不得动病了 哎 你请过太医没 乘客额头清津跳了跳 周景然 忙闭上嘴 抬手示意乘客说话 乘客抿着嘴沉默了片刻 脸色阴郁下来 那丫头竟真的就要跳下去 我拦不住 只好答应她了 这仗 也就免了 周景然想了想 看着乘客问道 以落水还落水 这是你提的呀 不是 是那丫头提的 你就答应下来了 我没答应 乘客一下子争住了 直起身子 猛着拍着椅子扶手说道 我就觉得哪里不对 这什么以落水还落水 还了账以后就不能扰她 都是那丫头自说自话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她了 这还账归还账和打打主意 有什么关联处呀 周景然往后倒到椅子上 是笑起来 点着乘客说道 哈哈哈哈 你就拦着那丫头 不让她跳壶 她不跳了 那账就得算了 你就不能再打她的主意了 若她跳了呢 乘客呆住了 一口气置在喉咙里 半赏 才横横地跺了跺脚 臭丫头 她跳了壶了账 不跳还是了账 她跳不跳 我都得了了这仗 这是哪萌子的道理呀 周景然瞪着乘客 突然抱笑起来 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乘客的脸气得铁青 笑了足有半刻钟 周景然才用帕子 试着笑出来的眼泪 指着乘客说道 我就说过 那丫头是你的克星 你在她手上 就没占过半分便宜 只有吃瘪的份 乘客铁青着脸 紧紧抿着嘴 一言不发 周景然渐渐收了笑容 看着乘客劝道 算了 放手吧 那丫头虽然是个绝色的 到底也不过就是个绝色的小丫头子 就是这样平貌 往后你想要多少没有呀 何苦非要在一棵树上掉着 哎 留开手吧 乘客 跟火焚着了一样 她是我的 周景然 恶然地看着乘客 苦笑起来 想了想 低声说道 小客呀 这丫头 有勇有谋 有心机 做妻自然好 若是为妾 别说姚家大小姐 就是在换个聪明 能干十倍的 也只怕能压得住她 你对她又这样 这欺弱窃强 你这家里头 哪里还有安宁日子呀 乘客紧紧抿着嘴 一言不发 周景然叹了口气 接着说道 你也别尽想着那些没用的 那丫头门地太低 实在是没法子 但凡她能有个有点公民的父亲 哪怕就是有点公民的书 或者兄长也都行 咱们也不过就是费点精神 一步步地速提上来 也就是两年三年的 就能够听到二三品上去了 那丫头也长大 也算是勉强能够糊弄过去这件事 可如今她父母皆无 连个书伯兄弟也没有 这 周景然叹着手 无奈地说道 这能有什么法子可想的呀 小哥呀 那丫头都知道 门当户对的道理 你也要想明白了才是 乘客有些颓然地垂着头 重重地叹了口气 往后倒在摇椅上 用手重重垂着椅子扶手 咬牙切齿地说道 不行 我一想到 我受不了 她是我的 我宁可杀了她 也不能让她嫁给别人 既如此 你还前前后后想那么多干什么呀 直接去找李老夫人讨了去呗 今天就带回府里 多派人手看着她 她在狡猾也不过一个弱女子 还能翻出什么花样来不成吗 周景然看着乘客建议道 乘客出神般呆了半上 转头看着周景然低声说道 若是这样 只怕抬进来的 就是死人了 那丫头呀 那丫头呀 真的能一头碰死 乘客 微微打了个寒净 抬头看着周景然 呆了半上 才接着说道 她要是 没了 乘客 抬手捂着脸 困兽般 低声叫起来 不行 我要活的 活生生的 会说会笑 会生气 会提人的 周景然 眨着眼睛 看着左右难为的乘客 一时 就无话可说 乘客 仰面躺在摇椅上 沉默了好带一阵子 才直起身子 看着周景然 苦恼的说道 你 你也帮我想想法子呀 无论如何 我都要把她接进府里 活生生的接进府里 她只能跟我在一起 周景然 抬手抚着额头 无奈的说道 哎呀 那你就多找机会去见那丫头 想法子讨好她 哄着她 哄得她回心转意了 肯跟着你了 不就行了吗 我 我答应过了 不去扰她 你不打她的主意呀 乘客闷闷地说道 周景然 一口气呛进喉咙里 一边咳着 一边指着乘客 半嗓 才憋出一句话来 不打她主意 那这半天 你打的 都是什么主意呀 直到深正时分 李老夫人等人 才回到谷府 李小暖在二门里下了车 就觉得手脚冰凉着 仿佛暖不过来 回到松丰院 李小暖勉强沐浴洗漱了 睡在床上 半夜里就发起寒热来 蓝初听到动静 急忙披衣起来 叫醒了御寇 举着灯 进到内室 见李小暖 面颊通红 额头滚烫 昏睡着也叫不醒 唬得差点跳起来 蓝初急忙吩咐御寇 叫醒了御板等人 又叫了外面当职的婆子 赶紧到后院 去请魏嬷嬷去 自己匆匆穿了衣服 和御板一起 两人提着灯笼 急步往明远堂 禀报老祖宗去了 李老夫人急忙吩咐婆子 去请和古府相熟的敏大夫过来 自己匆匆穿了衣服 扶着竹青 带着众丫头婆子 赶到了松丰院 李小暖手脚冰凉 浑身滚烫着 昏睡不醒 李老夫人急急地 吩咐小丫头 用汤婆子 给李小暖 暖着手脚 用凉水湿了帕子 搭在李小暖额头上 过了一个多时辰 敏大夫被婆子催促着 一路小跑 气喘吁吁地 进了松丰院 坐下来歇息了好一会儿 调整平复好呼吸 才伸手搭在 李小暖露在外头的手腕上 李老夫人端坐在床头 焦急地等着大夫的诊断 敏大夫宁神诊了将近一刻钟 才输了口气 转头看着李老夫人 微笑着说道 老夫人不必太过担心 小姐只不过是受了些小风寒 虽说急倒也没什么大碍 我开个房子 发散发散 再牺牲几天也就好了 李老夫人松了口气 面容放松下来 让着敏大夫到外间开了药方 吩咐取了双倍枕筋 送敏大夫回去了 方子上都是家里日常有备的药材 婆子很快从药库 备齐了药过来 李老夫人看着李小暖喝了药 呼吸渐渐平稳下来 才嘱咐魏嬷嬷和兰初 好好侍候着 扶着竹青往明远堂回去了 外眠天已经大亮了 晨末时分 李小暖才从昏睡中醒过来 周夫人古云欢和古霄 已经过来看过好几趟了 兰初见李小暖醒了 急忙遣了几个小丫头子 往各院送平安信去 四末时分 李小暖又喝了遍汤药 身上的热稍稍退了下来 人也舒服多了 翻覆兰初扶着他起来些 半躺在床上 古霄先帘子进来 见李小暖身后垫了几个大垫子 正清醒着半躺在床上 惊喜起来 暖暖 你醒了 哎呀 你好些没有呀 我刚和老祖宗说 你总也不醒 要请个大夫再过来 诊一诊才驮到 你醒了就好 把我吓坏了 古霄侧着身子 坐到床沿上 关切地看着李小暖说道 李小暖微笑着 闭了闭眼睛 声音沙哑地说道 我好了 你别担心 昨天就是受了凉了 咳咳咳 李小暖说着 咳了几声 才接着说道 一点小风寒罢了 我再歇几天就好了 古霄点点头 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老祖宗也这么说 我看着你生病 心里面就急得不行 暖暖你不知道 二姐姐早上来看你的时候 哭得跟什么似的 说你这病也都怪她 她不该昨天拉着你 去那么冷的水阁里喂鱼 更不该光顾着二表姐 把你带丢了 李小暖笑了起来 咳了几声 低声说道 咳咳咳咳 这哪能怪她的 老祖宗说 你这病是怪她 不过倒不是因为 昨天的事情 是因为她天天偷懒 不管事 把你身子累垮了 这才病倒的 二姐姐今天早晨 吃了早饭以后 就去前头翡翠厅李氏去了 说呀 往后不偷懒了 古霄边说边笑着 弯着眼睛 看着李小暖说道 暖暖 以后你就没病 也得经常装装病 这样呀 二姐姐就能勤快多了 李小暖心里 暖暖酸酸的笑着 眼泪滴了下来 古霄呆了呆 李小暖忙笑着说道 没事 你今天要去拜望哪家 那些亲朋故旧的 到底拜会完了没有 差不多了 下午呀 再去趟静江侯家 大彪姐夫 前些日子出门了 今天刚回来 往生呀 柯表哥邀我吃饭 说是要带我认识 几个名门才子 古霄笑了笑说道 李小暖眼神微微沉了沉 想了想 抬头看着古霄 斟酌着问道 嗯 那个 柯表哥 真的对你好 当然 古霄立即肯定地答道 转头看着李小暖 疑惑起来 暖暖 你怎么这么问呢 柯表哥是我的嫡亲表哥呀 从小就对我极好 汝南王府 也一直急照顾咱们家 你也是知道的 怎么能这么问呢 是我说错话了 我就是觉得 表少爷对你这样好 真真是难得 李小暖忙笑着解释道 没什么的 你别多想 古霄松了口气 弯着眼睛笑起来 可表哥不光对我好 对二姐姐 对你也很好呢 启儿还问我呢 二姐姐喜欢吃什么 你最喜欢吃什么 说是呀 让人点心房做了 天天送我来呢 暖暖呀 你是不知道 汝南王府的点心 在京城里头 是头一份的 二姐姐最喜欢吃 他们家的红豆酥 诶暖暖 你想吃什么呀 我和柯表哥说 让他家点心房呀 做出来给你吃 李小暖抬起头 郁闷异常地 看着越说越兴奋的 古霄 咬着嘴唇想了想 板着脸 看着古霄说道 你又犯糊涂了不是 二姐姐和我 都是身居内园 没出阁的姑娘家 连名字都不能让人知道的 你怎么能这样 把二姐姐和我喜欢这个 爱穿那个 这样那样的到处乱说去 二姐姐和我 这些闺房私密事 都你这样乱说出去 是诚心要坏了 二姐姐和我的名声吗 古霄瞳目结舌地 看着李小暖 半嗓才挠着头 困惑地看着李小暖说道 暖暖 你怎么这么说呢 我就是和柯表哥说了 跟外人连半个字 也没有提过 外头也没人 跟我提过你和二姐姐 我没有乱说坏了 你和二姐姐的名声 哼 外人 柯表哥 可是姓成 不姓谷 他就是外人 这女孩子的 闺房私事 连自家兄弟 都不好多说的 你竟然和个外姓人 喋喋不休 再说了 李小暖话说多了 有些气急 咳嗽突然剧烈起来 古霄 满脸紧张地站起身 从蓝初手里 接过杯子 递给李小暖 李小暖 接过杯子 喝了口热茶 喘了口气 才接着说道 再说 你和他说 他再和别人说 一传十 十传百 没多长时间 这京城 就得传遍了 二姐姐和我 岂不是要被你害死了 暖暖 不会吧 可表哥知道亲重的 不会和别人说的 古霄迟疑着 底气不足起来 李小暖盯着他 叹了口气 闭了闭眼睛 问道 那 你那个周大哥呢 那个警王 他知道的 警王 是不是都知道 古霄 呆住了 松拉着肩膀 垂下头 李小暖伸出手指头 恨铁不成钢地 点着古霄的额头 骂道 哎呀 你这个傻蛋 再这么傻下去 二姐姐和我 早晚都得被你给卖了 你还帮人家数钱呢 你那滴滴亲亲的 客表哥 可跟你透过半句 那姓周的是谁 这是京城 不是上礼阵 往后啊 凡事 你都得留个心眼 多听 多看 少说 就说话 也只能说半句 听到没有 古霄被李小暖骂得 缩了缩脖子 连连点头 暖暖你别生气 我知道了 你放心 你别生气啊 你还病着呢 李小暖一边咳着 一边喘着气 半嗓才叹了口气 算了 乘客对谷家和对他 不能混在一起 汝南王妃和周夫人 是嫡亲姐妹 昨天看那样子 这两姐妹 感情也极好 那个混账东西 是过于交恒自大 混账跋扈了 可认真说起来 倒也不算下三烂 又有汝南王妃在 断不会因了自己 就对古霄不利 对谷家不利 古霄和他一处 倒也无碍 李小暖闭着眼睛 往后靠到垫子上 歇了一会儿 转头看着 满眼关切担忧的 看着他的古霄 脸上露出笑容来 低声说道 我没事 歇两天就能好了 你别担心 想了想又接着说道 古霄 你出去 别的也就算了 就只一样 千万别和任何人 说起我 人家就是提了 你也不能接一个字 听到没有 不管是谁 关于我 都不能说一个字 接一个字 古霄困惑的 看着李小暖 想了想 仿佛明白了什么 笑着说道 我知道了 你放心 暖暖 京城没有那么可怕的 你也小心得太过了 古霄无奈的 摆了古霄一眼 想说话 又咽了回去 算了 算了 不说了 对于他 这京城 可能真没有那么可怕 他毕竟是 连中三元的状元之子 连着汝南王府 和镇宁侯府 就是在这京城 也算得上 是名门贵子 他和他 也是一样的贵贱不同 李小暖疲惫的 闭上眼睛 古霄轻轻站起来 弯着腰 怜惜地 看着李小暖说道 暖暖 你累了 我先回去了 晚上还不知道 什么时辰回来呢 若是晚了 我就不过来看你了 你也别等我 李小暖睁开眼睛 微笑着 看着他点点头 古霄 弯着眼睛笑着 直起身子 转身 出去了 续正时分 德福楼宽阔的侧门外 乘客和周景然 并肩站着 看着小丝 半拖半抱着古霄 上了车 十几个小丝 长随护尾 簇拥着车子 往古府方向行去 眼看着 一串灯笼 转过街角 看不到了 乘客才阴着脸 和周景然 上了一辆车子 宽大异常的车厢里 周景然歪在大铐垫上 笑眯眯地 看着面色阴沉着 坐在旁边的乘客 感叹地说道 这丫头 每次都有 让人刮目相看之处 古霄是个傻孩子 还太小 忘灰呀 可不能这样 灌醉他了 今天也是急了 这咳嗽呀 罪伤费精 那些江湖用衣 只会害人 得让顾太医 过去看看才行 乘客皱着眉头说道 好